HELLO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可樂哥哥 歡迎大家收看 Online Science Camp 天氣篇 今天會跟各位小朋友講一下雲和雨 有沒有小朋友覺得夏天經常下雨很麻煩呢? 但其實雨是為何會形成的呢? 原來這件事是跟水循環有關 水循環就是水分子在地球活動的一個路徑 而我們知道平時在地球上水會有三種形態 包括是氣態、液態和固態 水循環就是水由河流、海洋變成雲、雨 再落到地面的一個過程 接下來不如我們一起看看這幅圖 去了解一下水循環吧 水循環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蒸發 因為太陽所散發出來的熱力令到湖泊 或者是海洋的液態水變成氣態 然後就會上升到空氣當中 空氣當中這些水分子遇到冷空氣的時候 它就會凝結變回液態的水 就是我們平時看到的一些雲 而當這些雲有足夠的重量的時候 它們就會降水 下下來的可能是雨、雪或者是冰雹等等 到最後這些雨水就會經過冰川或者河流 變成我們的湖或者河或者地下水 最後會流出大海 這就是水循環的過程 小朋友我們剛剛學了水循環 我們知道雲是由小水點凝結而成 接下來不如我們一起試試做雲 哥哥首先會示範一次 我們需要用到的是一個這樣的瓶 然後我們需要一些酒精 同樣酒精也是一些危險品 所以小朋友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爸爸媽媽在旁邊陪同 首先我會將這些酒精 倒少少入這個瓶裏 然後我就會將這些酒精 浪勻整個瓶 浪勻整個瓶之後 我就會把它按住 然後手指弓封住這個口 當我們一瞬間把手指弓放開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有些雲在這個瓶裏面 好了小朋友 我們剛剛就看到 我們用一個這樣的瓶裏 加上一些酒精 就可以做到雲出來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當我們壓著瓶 然後把手指弓放在瓶口的時候 裡面其實氣壓會大過我們平時的大氣壓 所以就會有兩個反應產生了 當我放開手的時候 第一 裡面的空氣會急速膨脹 所以就會令到溫度降低 而第二 裡面的氣壓迅速降低的時候 裡面的酒精就會揮發和蒸發 所以就會令到裡面產生一些水蒸氣 這些水蒸氣遇到空氣的時候 又會冷卻 就會變成我們剛才看到的煙和雲霧 所以其實相同的實驗 小朋友都可以試試用酒精和水 都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 我們知道 我們家裡未必 每個人都有這種瓶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工具 做到同樣的效果呢 我們就需要用到針筒 針筒 小朋友可以準備10ml 或者20ml的針筒 都可以做到很理想的效果 針筒會有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針筒 另一個就是那支針 這些針我們沒有需要用到 所以我們就可以連碼保護蓋 一起把它放在另一邊 然後我們就要用針筒 抽一些水或者酒精 小朋友我們抽的酒精 大概是1ml至2ml 都很足夠 順帶都提到一點 因為酒精都有少少危險的東西 所以小朋友我們在抽酒精的時候 記得找大人幫忙 或者大人在旁邊陪同住 才可以做這個實驗 之後我們抽了酒精之後 我們就把整個針筒拉開 拉開之後 同樣地我們都會把裡面的酒精 搖勻整個針筒 之後就是一樣 我們用手指弓 按住針筒口 然後把裡面的針筒 整個壓下去 記得我們手指弓要按緊 等它大概5-10秒 之後我們一瞬間放手 就會見到一些雲霧產生出來 小朋友 我們剛才就簡單用針筒和酒精 就可以做到一些人造雲出來 那為什麼我們要用酒精 而不是用水呢 原因是因為酒精的蒸發溫度 比水更加低 所以我們用酒精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效果 小朋友我們今天就學會了水循環 而今期的Donut Makeup Box 亦都會介紹不同的天氣原理 小朋友更可以動手 做一個望遠鏡去觀察天氣 最後小朋友記得LIKE Donut & Mail的Facebook 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這樣就不會錯過最新的片 拜拜